欢迎推你吧 第二回合的韩剧推荐来了 这次呢截至10月为止 我把我目前已经看完的剧呢 按照我个人内心的心急分类来跟大家介绍 那当然当然这次我还是会推荐一部 我晋级最最最爱的一部来给大家提供参考 那这次最后我会加码推荐大家现在 还在桑档中的精彩好剧追起来 二星集非常效忽档案 它跟一般的悬疑剧情很不一样 它对鬼怪的表现方式的话 对我来说是有点太抽象了 如果你想要看懂内容的话 可以去找原著来看看 在三星集的谎言的谎言 复仇女王李又黎的回归啊 这一次的女主角真的太惨了 剧情线呢是比较简易 然后稍微有点俗套 不过呢喜欢复仇剧的人还是可以来看看啊 3.5分的小神的孩子们 这部呢是两年前拍的剧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有一点点年代感 它的剧情内容主要是讲述邪教事件 其实还蛮流畅而且内容其实很丰富的 但是我个人对于女主角的演技就是 稍微比较出戏所以扣了点分 再来同样也是3.5分的魔犯刑警 这一面的演员呢很讨喜 而且演技都非常的到位 在警察故事里面其实有欢笑也有无奈的部分 但是主角们的故事线呢拍的不够详细 就是有点可惜啦 再来是4分的青春记录 主演和客串呢都精彩无比的一部戏啊 男主角的演艺事业的剧情啊 还有他和家人的情感戏是这部最大的看点 再来是10池一范 10集的推理短剧 那它前段的氛围呢我觉得抓的还蛮不错的 而且一直有意想不到的反转 但结局的走向呢 跟一般大家对悬疑剧的想像有点不一样 再来是反转再反转的次元穿越剧 Trend追凶列车 那前面追凶的部分呢真的是还蛮精彩的 你不看到最后可能会不知道凶手是谁 但是呢结尾就是有点偏草率 因为它的多重次元可能太开放的导致有点收不回来 可惜可惜 再来是双甲路边摊 黄正英这一次挑战奇幻的题材 是透过梦境呢替人类解除一些怨恨啊 是非常有趣的设定 而且角色们呢都很可爱 可是剧情线呢比较不复杂一点 如果喜欢轻松可看有趣的剧的话 可以看看喔 再来四星的法外搜查 这一出戏呢真的是整体非常的诙谐 但是它的办案过程也是非常的震惊的 那它里面是有五个不同职业的角色呢 它们其实就是一边搞笑 然后一边用一个温暖的方式来解决各个未解事件 我认为这一部的节奏其实还蛮明快 而且清晰 看的心情会非常好 再来是歪难得看完的古装剧 这部剧情就是围绕在一些算命啊 还有知天命的这些角色和事件上 它们呢每个人个性都蛮清晰的 那故事其实一直也有在反转 虽然古装戏里面你知道 难免会有比较扯一点的地方啦 但整体的剧情观看起来 还是非常流畅的 再也是四星的僵尸侦探 这一部呢绝对就让你从第一集笑到最后一集 它的主轴就是在于僵尸如何当个人 而这些剧情中呢其实也有全遗线 其实这也是蛮吸引人的一个部分 它并不是为了单纯搞笑而搞笑 它也是非常适合大家轻松观看的剧 再来4.5分的 Missing 它们存在过 这部呢题材算是蛮新颖的 它也是一部悬疑剧 不过它是透过一个个失踪的人们 带出这个故事的主线 然后还有它们个别的人生故事 这部剧也是短短的精彩而且简洁的好剧 再来五颗星的二枝花 这部呢是Y思新最爱的林姐姐 再次攀上高峰的剧 这部呢就是要看主角如何从 背负着杀人的罪嫌 而且顶替他人生活 到解开所有事件的一些真相 寻找真正的自我 那男女主角的身份设定是夫妻 但她们一个人是嫌疑犯 一个人是警察 她们这样子对地的设定呢 也是非常大的看点 这部剧的剧情呢就是很流畅 而且她的结局呢 不只将全部放出来的线都收回 而且还将主角的心境变化 都完整的呈现出来 推爆推爆 最后一部是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 这部呢是金秀贤当晚兵的回规剧 其中不论拍摄手法或是故事的演进 最重要的呢 还有主演们的心境成长 一切呢都非常的和谐 而且相辅相成 是一部呢温暖 而且效忠带泪 有深度的剧 一定要特别特别的称赞啊 里面是演金秀贤哥哥的吴正氏 他把自闭症患者的一些状态演绎得 非常的静透人心 十分满分的一百分啊 本次的特推就是秘密森林第一季跟第二季 那这部在第一季其实在韩国已经是 口碑跟修士兼具的好剧了 那他前阵子第二季也在韩国 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收播 而我认为的第一个看点就是 剧情和台词丰富而且主轴非常的明确 这种剪景的权力动争啊 这种相关的悬疑剧情 其实不太好处理 因为你有可能拍一拍就拍得很严肃 或是你知道里面的角色人物过多 然后导致大家就是看了一个补萨萨 但这部剧的作家呢 他总能透过一个个事件的发展啊 不止丰富剧情内容 而且他始终紧扣的主轴 沉默的人都是共犯的这一点 并且开头跟结尾呼应 这就让你两季看完都有种 天哪原来所有的细节真的都环环相扣 非常的引人入胜 第二点呢 实力派的演员精彩 富标演技 男女主角是曹臣佑和裴董娜 那他们都是韩国啊 非常著名的实力派的演员 那男主角在这一部里面呢 更是完美的展现了情感认知障碍 无表情演技 他看起来没表情 可是其实他喜怒哀乐里全部都感受得到 而这部剧里面其他所有的角色呢 个性也都非常明确 而当你从第一季看到第二季的时候呢 其实你更能明确的感受到 演员们的角色本身 他们在剧中的位置 还有心境的转换 就真的非常像 你就是他的朋友一样 你跟着他们一起成长 第三点呢 是精致的音效还有细致的剪辑 秘密森林的两季呢 剧情都有非常多的细节 那我个人呢 就是重发了大家不下午一次非常的精彩 那我每次看呢 其实都能感受到画面 还有剧情的一些相辅相成啊 他们的氛围营造真的超级精彩 那剧里面的音乐 其实他也不是多华丽 可是他真的是完美 刚刚好地展现了秘密森林 想要带给观众的一些感受 还有细节 那最后呢 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表 这里面呢 就是目前的昂党剧 不过我个人也是想要推荐一下 给大家看看 那其中有一部呢 就是我最喜欢的女艺人 郑秀金Crystal 他主演的一部叫 SURGE 非武装救援 那他首次呢 挑战军人的角色 那在非武装地带 这个悬疑体材的话 其实是蛮新颖的 喜欢这样子类型的悬疑剧 就是可以来挑战看看重点是 里面还有非常可爱的军犬出现呢 那另外一部呢 就是我们的国民初恋秀纸的新戏啦 这部呢就讲述了 年轻人在韩国矽谷梦想的创业啊 还有成长的故事 其实内容其实蛮好笑有趣 但是它也有非常感人的部分 值得一看哦 你要吃饭吗 我还在录 今天你录影我要讲是很大 我觉得可以啊 可以这样 但太满满了 什么东西 这次的Y推推韩剧呢 其实还是有一大的好剧等大家入客 那里面的心急平等呢 其实各种感想啦 就是提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韩剧的问题 想要问我 或者想要讨论的话 都非常欢迎哦 一起度过美好的休假时间吧 拜拜 拜拜